就變成蔬菜 可以啊 蔬菜或是生菜沙拉的蔬菜 蔬菜除了熱量低之外 它也有可以幫我們提供飽足感 來避免一些便利的情況發生 然後剛才配上也有提到 就是說喜歡配一些豆漿啊等等的 最好就是無糖 無糖這樣子會比較好 會比較均衡一點 而且我現在想到那個酥酥的皮 然後配上青菜水果卡滋卡滋的口感 其實也真的是蠻不錯的 不過現代人真的啦 就如營養師講的 非常非常的有健康概念了 好像逼得很多的業者 也開始像清淡來慢慢靠攏 有很多素食業走的是日系風 而且現在比較當道很流行的 就是從紐約引進的猶太麵包 Bagol 今天我要為大家介紹的是Bagol麵包 第一個我們要先把麵粉600克 還有奶粉 把粉類的東西先過篩 那散過以後呢 麵粉就比較均勻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把它加到鋼盆裡面來 再把乾料的材料加進來 黃糖再來 鹽巴 乾性的材料加進來 現在呢 要把這個酵母呢 倒到這個水裡面來 稍微把它過一下 讓它均勻 再把它倒到這個裡面來 倒進來以後呢 我們再把橄欖油加進來 把冰塊呢 也加進來 因為做麵包呢 要有一點碎冰 才不會讓麵團打起來的溫度太高 我們先用慢速攪拌 這樣子的攪拌呢 才粉不會飛上來 好 再慢慢放遠 麵團呢 攪到光滑了以後 就是我們一般俗稱的 一個擴展的階段以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蔓越莓呢 加進來 蔓越莓分配在麵團裡面以後呢 就可以把它取出來 取出來以後 你可以看到這個蔓越莓分配在這上面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揉光滑滾圓一下 這樣子好了以後呢 在28度C的環境 發酵40分鐘 那我們現在這個麵團呢 已經發酵完成了 我們就要把它打開來 你會發現它已經長大了 而且裡面呢 它的麵團是比較柔軟 然後呢 我們就要把它拿出來 我們就要開始分割 Bagol的麵團呢 你可以分割80到100克 先切條狀 再切塊狀 一個是80克 麵團呢 切割完了以後 它還是很綿 不規則狀 我們要拿來做滾圓的動作 滾圓的時候 就是靠我們的拇指跟這裡 這樣子來滾 那不用滾得太緊 就把它放著在烤盤上面 每一個呢 都把它滾一下 讓它表面光滑 那如果你不熟悉的話 你也可以這樣子捏 在面的方式 這樣子抓的時候也會一樣的 那我們滾圓完了以後呢 把第一個麵團拿來用手 先壓一壓 壓一壓以後呢 用擀麵棍 拿擀麵棍 從中間的位置往前推 然後呢 把這個底下呢 拉薄 拉薄的目的是要 我們等一下結合的時候 比較好結合 然後呢 捲 盡量捲緊 盡量把它捲緊 捲緊以後 稍微推一下 這個就接好了 這個接口就接好了 我們剛剛整形碗的Bagol呢 還要再來一次 再把它搓成長條 搓到這種長度20公分到25公分的位置就可以 另外一邊的那個麵團呢 把它擀薄 越薄越好 然後把它反過來 再接上去 把兩個麵團接起來 然後在這個收口的地方也把它收緊 那我們現在做好的Bagol呢 去做最後的發酵 最後發酵時間呢 大約20分鐘左右 我們的麵團發酵完成以後 那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燙 這個麵團糖本身就很少 如果我們燙過以後 它不容易上色 所以在這個水裡面呢 我要加一點麥芽筋 燙過它才會有Q性 正把麵團燙一分鐘 現在呢 Bagol燙好了以後呢 我們呢 要把它放進去烤箱烤焙 烤焙的爐溫呢 上火210滴火呢 用190下去烤焙 烤焙的時間大約是13分鐘 烤焙13分鐘以後出爐 出爐了以後呢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這個麵包 它的口感是外表呢 有一點點酥脆的感覺 因為我們燙過的關係 所以有一點酥脆 然後又很有咬勁 吃起來會Q的感覺 裡面是比較扎實的 吃起來是柔中帶勁 好短短的三分多鐘 我們就已經完完全全知道 一個新鮮營養的Bagol是怎麼樣製作到 其實我很害怕去麵包店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麵包店都太好吃了 太香了 每一個都油油的 然後那個材料汁豐富 那大學人怎麼辦呢 這個你的減重期間 這一年的抗戰 你的早餐都怎麼樣做選擇 才能夠順利瘦下來 早餐在減肥以前都很喜歡吃一些很油膩的 像油條啊 或者甚至吃大腸麵線 這種東西就是 早餐你就吃大腸麵線 對這種替蕾食物就是熱量很高 而且你會越吃越想吃 那減肥之後就是變成改吃生菜沙拉 因為它體積很大 然後呢 我吃生菜沙拉我就是不加醬 用這個生菜沙拉來提升飽足感 雖然說沒辦法維持很久啦 就是會再配一點低滯牛奶 或者是無糖豆漿 大概就可以撐到中午 然後至少暫時能衝擊 能夠度過那幾個小時嘛 對 然後中午再吃比較營養飽足一點 用這樣子的方式 那剛才早餐給大家的建議應該夠多了 接著我們要進入到午餐了 來觀眾朋友先回想一下 我們今天中午午餐吃什麼 有想起來嗎 有沒有吃到地雷食物呢 來我們就來給大家列出來 如果你選擇的是美式 最快速的西式素食 它的熱量有多高 炸雞腿堡現在各家都有 440卡 如果是這種小小的炸雞塊 在家裡頭自己也可以烤的 380卡 炸雞腿呢 一根356卡 小朋友最喜歡的炸薯條 一小包就有330卡 蘋果派還好一點 230卡 奶油玉米是155卡 好 我們要請教聚章 來請教素營養師囉 去素食店用餐是很多人的方式喔 那如果想要把熱量盡量壓低在500以下 有可能嗎 應該怎麼樣去搭配 基本上其實沛山剛介紹這張圖就可以知道 你隨便兩個加起來可能就700多大卡 就快掉了 還沒算你料 沒錯 所以其實要到素食店吃 把熱量壓到500以下 真的素食店蠻難的啦 對 所以就是基本上還是有方法 例如說像是現在有一些素食店 它會提供生菜沙拉 像剛剛我們大熊講的 然後那個醬藥包就盡量不要加 盡量還會加一點點 或者是甚至不要加都可以這樣子 然後還有剛剛提到的一些炸的一些食物 如果可以的話去皮 其實這個熱量是會差很多的 尤其是炸雞類 你把皮剝掉就差 沒錯 除了皮本身有油脂 它也會吸油 所以如果能夠去皮是差真的蠻多的 然後還有剛剛提到的飲料 飲料像現在很多有那種低熱量的可樂 其實都是蠻好的一個選擇 低卡可樂 它其實整瓶喝下來只有一卡左右 對對對 那也是一個替代方案喔 還有很多人午餐的時候喜歡吃什麼 吃麵食 像是台北市不是吉利在推廣牛肉麵節嗎 台北市上個月也搞了一個 推廣菜仔麵節 還有陽春麵羹麵等等 剛才我講了這麼多種麵 你覺得怎麼樣來比較出 中午如果說硬要吃麵 哪一種麵比較健康 應該是以清淡為主 因為我們講清淡就是 相對的在說油比較少 所以它熱量會比較低 所以湯麵可能比較適合 對對對 譬如說是陽春的湯麵那種 熱量就比較低一點 相對於牛肉麵相對比較低 這是從熱量的觀點去考慮 再來你才考慮說 它的營養素的比率的問題 譬如說它裡面有沒有纖維 有沒有維生素 有沒有礦物質 除了熱量以外 這三個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是哪一個比較多 你就選擇哪一個 然後剛好又很清淡的話 這樣是最適合的 剛才我們講要吃炸雞 我還要補充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營養師有提供給我們這一張圖 這是同樣一塊大小的肌肉 這個大概是215克 這個是200克 好啦 如果原先你帶皮一起去 不管你怎麼樣做料理 它會給你443大卡 可是如果你就做了這麼一個動作 把皮完全扒掉 然後下去煮下去炸 就立刻變成了292大卡 一模一樣的比例 但是你看 這個卡數已經少很多 因此去皮吃是很重要的 另外很多人會選擇比較傳統的 台式的自助餐 大家就自己三四樣搭配 請教一下送營養師 上百種菜色當中 我們要怎麼選擇會比較健康 有沒有Payball 其實第一個Payball 就是你選的工具 像我一般出去 因為湯匙還是筷子 還是夾子 其實這過程中 你選的工具第一步 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這一餐的熱量高不高 我選擇牙籤 因為這樣子吃的最慢 好不好 如果你是選擇湯匙 那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了 因為你在咬菜的時候 你可能湯汁就會順便 對 尤其那個滷肉的湯汁 一定要用湯汁去吼 這樣就會很容易 所以如果平常中午是喜歡吃自助餐 的話要選擇 選夾子 用夾子 湯汁可能就可以減少非常非常多 尤其是因為有勾芡的食物 這個部分就可以少很多熱量 然後記住其實很多人都習慣說 我喜歡我先夾大塊的肉 其實這時候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能夠改變一下 可以先夾一些素料 比如說蔬菜 或者是一些半分數的食物 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也可以減少非常多的油脂攝取 謝謝營養師的分析 這樣真的是非常有道理 真的啦 聽我的意見 戴牙籤去吃中餐 這樣子就會吃得又慢 然後又比較健康 每次我要站出來來到這個料理區 我都很擔心今天又忘記穿高跟鞋 不過工作人員替我準備一張小凳子 因為在我旁邊的 又是我們這個王明華 非常高挑的廚師 來來來先為我們介紹一下 如果說我們自己要準備適合的午餐 是不是有一套 寒天三明治 非常非常的健康 OK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王明永 我們今天來示範一個就是 先當早餐點心或午餐都OK 那我們今天示範這個就是用 寒天 因為今天主題我們就熱量要低 要有高鮮的食材比較有飽足感 那我們就用這個寒天